哈喽朋友们我是白毛毛啊 今天废话不多说 赶紧咱们就是来一个非虚购的开箱 我太喜欢非虚购了 特别期待这一期 首先第一本是野望给我寄的脏活 这本书我之前就特别期待了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还给你推荐过一个 差不多的就那个狗屁工作那本书 还单独发了个视频 然后我就其实很爱看这种偏社会学一类的 计时 因为我真的很讨厌上班打卡时工作 所以反而是围绕着这种工作类的 就是去分析人类的工作构成的这种 什么书什么的 我就特别爱看 这本书的封面印了一个推荐语 叫双手干净内心清白 这已是巨大的特权 然后这本书它是2022年 纽约时报年度百大图书 这本书其实我之前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已经疯狂的有刷到过了 它这个一开始这个非夜上 印了个什么的手套 那种感觉是钢丝手套 作者是个作家兼记者 然后就是各种纸媒的一个撞稿人 非夜一上来就是一句格言 无权无适者只能干些脏活 有权有适者却可坐享其成 就是我近些年特别爱看这些社会学家 写这些非虚构类的 或者就是计时类的这些书 就我其实常年处在一个 特别担心自己的视角 有偏颇的这么一个状态里 当然我不会因此焦虑 就是特别希望我能观察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就类似于什么呢 就我好朋友夸我一句 我一定要问他为什么夸我 然后原因是什么 你夸我这个东西再具体一点行不行 就是我其实不怕别人批评我 我怕的是他在我身上进行情绪发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包括夸我也是 我不希望他就给我一个很简单的情绪反馈 其实我没那么需要 当然我觉得是个人那就需要情绪反馈 但是我更希望我的朋友 就是有理有据的 给我进行一个真实的反应 然后影射到书这一块呢 就是非虚构啦 即时这种我挑书 我就想看到那种这个世界的大面的那种感觉 我想要真实的数据 我不喜欢看那种就是粉饰太平的 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 所以对我就是很想看这种类似于能展现一些基层工作者 或者说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在工作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只有那个东西才能让咱们更了解这个真实的社会 或者我总是觉得脑子里有一根闲在跟我提醒着 就是说你只有了解足够多这些东西 你才能在你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扎根的更稳 你才能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 然后出现一些特别多的问题的时候 你才能马上反映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去解决它 我其实说了这么一大堆吧 我就是感觉有点虚 但是你知道吧 就是这种恩人他可能想的比较多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就想到这我又影响到前两天 看那个恩人和S人的对比 就是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你害怕什么 然后恩人就说什么死亡虚无 这个世界怎么怎么着不明的真相 然后恩人反问那个人说 说那你害怕什么 然后那个人是个S人 那个人说虫子 就真的是我跟我朋友平时对话写着 我现在最近觉得这东西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就特别想跟大家交流 就是我经常会想这些事 但这些事它能帮我更好的去处理 我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 对就是说了一大堆 然后呢说回来 说回来就是这个脏活 那在说它之前吧 我想说一下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它是非虚构 就是它其实更偏向那种即时文学 它不是说给你讲什么特别高台上的那种理论 说我观察到了一个什么社会现象 或者怎么怎么着 它不是它其实就是以故事的详识 给你记录了很多真实发生的事 但它其实又不是历史读物 它就是说给你展现了这个真实的事 至于你自己怎么评判 那是你看完之后的一个感受 其实就是新闻报道吧 我觉得可以这么 不太恰当的画个等号 大家意会一下 应该已经习惯我这么说话了 然后呢 这个脏活就是它 这个脏活的副标题叫 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 因为我刚才看的都是导演嘛 然后我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作者的 他就是观察这些东西的一个论点 这么说呢 自2020年冬季以来 美国社会运转 对这群隐形工人的依赖向暴露无遗 一场流行病无比真切的证明 拥有更多特权 可以奢侈的居家办公的美国人 在多大程度上 依赖于超市收银员 送货司机 仓库管理员等 数以百万的低性工人 他们的工作被认为过于关键 根本不能喊停 这些工作通常留给女性和有色人种 长期处于全球经济的阴影之下 干的苦工与低廉的计时工资 不成证明 大流行期间 这些工人履行的职责 被赋予了新的称号基础工作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 那就是许多工人 依然无法享受医疗保健和代薪定价 即使必须承担接触 潜在致命病毒的风险 也无法获得个人防护设备 然而基础工作的称号 强调了一个基本的真相 即如果没人从事这些工作 社会就无法运转 对于专事脏活的工人来说 负担包括被污名化 自责 名誉扫地 自尊受损 在某些情况下 工人们还会经历创伤后 应激障碍和道德伤害 这一术语本来是军事心理学家 用来描述士兵在执行 违反自身核心价值的命令后 承受的痛苦 他整个这本书吧 就是他在详实地记录了 一些基础工作 工人每天面对的那些事 然后我大概翻了一下目录 各种比如说像监狱的看守 五载车间 什么屏幕背后的工人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 厚黑科技之类的 就是他没写得很明白 至少路上没写得很明白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回头去试读 就知道大概这个里头写的是什么职业了 实际上他罗列了很多 美国现在的一些基础工人的工作日常 和他们面临的困境 尤其是这些道德伤害 我觉得他这个关注点特别好 然后我刚才包括试读的导演 还有他后面的这些文章里的 一个大概的写作的感觉 就是其实这个人就一看就特别记者 他写的特别像新闻报道 那因为我没有办法去 求证他的这个真实性 我只能说从他的语言逻辑 还有包括他这种每一篇文章里 好几十个这种注释 文章里带的情绪感 就是他这种非常客观的用词来说 我觉得这本书是基于客观的那种 计时报道 而且还有就是我看着看着他 我就想起来那个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作家 他去访问了一些经历过切尔诺贝利的人 跟着他们一起 就是参与了一些事之后的那种计时报道 所以就是我看这个的时候 感觉跟那本书很像 就是他行文安排是真实性 大于故事性的 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本书 他需要一定的心境吧 肯定不是那种说 你就在那扎扎扎扎扎 其实整个今天所有书 我觉得都不适合你 就是闲着没事干 然后随便看两眼那种都不是 他因为他里面新闻资料也好 然后这种客观事实 带来的一些比较沉重的情绪也好 反正都不太适合咱们陶冶心情用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提升一下 自己的认知深度的书 可以这么理解 一提到非虚构即时 我觉得就离不开人性优暗 然后就离不开很沉重的东西 反正我个人建议就是 有政治性抑郁的同学 就别看今天的书单了 下一本叫永生的海拉是理想国的 这本书它也是没有那个腰封的 它的封面上贴的这个贴纸上 写的是科学和柳叶刀等杂志联合推荐 应该是本不错的书 它是医学即时类的 我们来看看它主要讲的啥 这个作者呢 他是美国的一个科学作家 就先后获得过生物学学士学位 和非虚构创业写作的硕士学位 所以他虽然专业背景没有那么强 但是他肯定是写作方面很不错 然后这个译者是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然后201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分子遗传 及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 好吧 是我不太认识这个名人了 这个人他实际上是果壳的联合创始人 然后现在是果壳的视频部总监 好吧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背景还是挺厉害 所以然我也没怎么他用过果壳 用过果壳的人可以分享一下说一说 然后这个推荐序是由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来写的 我想起来我当时挑上这本书是因为什么的 这本书当时光看资料 还包括我现在看这个前沿 我就想起来了 就是说因为有一个是癌细胞 还是什么细胞叫海拉是以这个海瑞塔拉克斯 这个女性命名的一个细胞 然后就这个细胞呢 它是一种此前还从未发现过的生命力超强的不死细胞 在全世界的实验室里大批繁殖广泛传播成为体外培养的细胞系中的大主播 大部分实验室里的离体细胞都是海拉细胞 然后这个细胞呢就引起了大众的一个思考 就是既然细胞在体外的培养基环境中都能不断繁衍长生不死 那么人类只要找到那把钥匙不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吗 于是就基于对这个海拉细胞各种各样的这种猜测 就后面就是大家都在不停的进行研究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想基于这个细胞 然后去还原一下海拉女士的人生 就想找到这之间的一个联系 那他其实开始动笔的时候 这个海瑞塔拉克斯已经离开人是几十年了 所以他目前就成书啊 他采用的方式就是采访 找法律文件和医疗记录 然后相关的对话均来自文献资料 和对其他采访对象的原样转述 所以这个书他是尽量想要详实的去展现这个事的原委的 然后包括后面还跟进了一个就是挺多页的这个一名表 就一准还是挺严谨的 包括什么埃博拉雅艾滋病啊什么的 这些在后面都有 而且这本书还有这个照片啊什么的 这中间是有点差的 那说实话就这种设一道专业词汇的书 其实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费劲的 因为你必须要对照艺名 而且我在稍微翻了翻这个试读过程当中 就发现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名词生词什么的 对吧 就是看这类书的时候呢 就不得不提到我手里的这款掌跃Smart 5了 那这款呢 是掌跃最新上市的Smart系列第五代 是墨水瓶阅读器 但实际上呢 大家只要看到这个手写笔 就能明白我推荐它的最大理由了 它真的写起来就跟咱们用笔 写在纸上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特别方便做电子笔记 我知道就是刚一说到这儿 肯定会有人问 那我为什么要用它不用iPad呢 这么说啊 iPad我有12.9寸的 手写笔我也有 但是我就想说 凡是有这个Apple Pencil的人 我相信都跟我一样有一个苦恼 不对是两个苦恼 一个是它经常这玩意没电 就是吸上去之后特别费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它写在iPad上面是有延迟的 就是什么泪纸膜的 这个换这个头 我全试过了 就是没有办法还原 真的你笔写在纸上的感觉 因为它就是有延迟 但是但是 这个Smart 5 它们的笔做到了低于22毫秒的延迟 真的就是你写在纸上什么样 你写这上什么样 什么反应程度 就是你在写的时候 完全感受不到延迟 而且这根笔不用充电 这太神奇了 我真的是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说接 我必须接这个推广 那当然了 除了这个手写之外 它最重要的几个推荐点 我也给大家列出来了 首先跟前几代笔 它是升级了配置 做到了buck 响应速度特别快 就是你装多少一批笔都没事 第二就是 大家都知道 我很看重这个护眼产品 吃着护眼玩 基本上能用墨手瓶的地儿 我都用了 因为我对这块的要求 就是零屏闪零蓝光 所以这款 我最后挑上它 除了刚才说的这两点之外 就是它的显示水平也很棒 它用了双核AI 然后是独显芯片 256级灰接显示 这个东西就是 你看漫画 看图片什么的 都非常方便 第三点就是 我刚才说的这个笔记功能 它们是支持你的书籍笔记 跨平台随便同步的 然后你的手机和电脑 还能多端互传 所以已经方便到家了 你想把你笔记本 到哪都成 你随便 然后第四个 就这个AI大模型 这真的是我最近 特别频繁使用的一个功能 就绝了 它是先录音 再转化 然后直接提案重点 就包括你手写的笔记 它也能直接转文字 而且正确率还挺高的 所以如果这时候 你再搭配 刚才我说的第三点 跨平台的话 其实就能无缝衔接 各种用途了 真的很爽 实不行 你们姐夫看到这个功能之后 跟我说 这个归他了 最后我说一下 自己的使用感受 就是从掌跃寄给我 到现在 我已经使了快一个月了 我自己的使用情况 总结来说 就是它这款产品 真的特别特别适合 你一边看书 一边做笔记 纸质书就不说了 像刚才咱们提到这种 你这边看着书 然后这边就把它 做成电子笔记了 然后你想导哪个平台 导哪个平台 然后电子书的话 你还能对照着 去做笔记 就是分屏 而且就是这个跟iPad比 他俩这个 兴重就差的不是一经半点 我原来出门老背着它 现在就出门 就直接背着它 因为我出门经常开会什么的 对对对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做了一个 叫全面支持排版优化的功能 就搭载了一个 叫IRINC的智能排版引擎 然后能对PDF做智能图文重排 还能去水印 这重排之后 你还可以做自定义的 字体字号什么的 长按查词之类的都是基槽 他们甚至还能把某个区域 直接放大 然后同时就这一代 它是自带应用市场的 内置了已经十几个APP了 所以等于就刚才说 那个排版优化功能 除了支持 他们掌约自己的这些东西之外 还支持其他的应用 就包括微信读书那些 包括你自己导入的PDF 基本上就是我平时看的 那些书就都够用了 看起来是真的很舒服 以前双11的时候 我不是给大家推荐过 小的就这么大 手能拿着的 那个墨水瓶阅读器吗 那个就是纯纯阅读用的 很小 当时也说了躺床上看门 闻啥的 一只手就拿得过来 它就不具备笔记功能 所以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你现在出门开会了 或者就是这种录音转文字 然后又寄电子笔记等等 来到这种需求 想找一个落脚处的话 两点需求 刚好你都想要 那这款真的就是绝了 再加上他们有七天五里 游的退换货保证 所以就这款smart5 非常建议大家试试 好咱们接着下饭式开箱 OK 下一本是明示的 泡沫时代 塑料题是日本迷失的原点 这本书也是我特别好奇 就是日本现在到底 怎么了 就是日韩是一向我很关注的 邻国嘛 我就很关注他们的经济形势 什么的 而且就是毕竟一一带水 互相之间这个怎么制裁 也好怎么着也好 它实际上 居民之间联系太广泛了 它肯定是断不开的 所以我老觉得 就是他们对咱们 和咱们对他们的影响 都挺比重都挺重的 然后我就是特别感兴趣 这两个国家的一些 不光是经济 就是它社会啊等等 包括之前那个人口 韩国出生率乱一八糟的 都特别爱看相关的话题 然后这个也是 它是经济类的纪实作品 所有的非虚构纪实 刚才咱们也说了 它其实是讲真实的故事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日本和韩国 在我看来都是挺典型的 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代表 然后同时呢 他们又是典型的东亚国家 就是资本主义结合 东亚国家 就挺爱看的 这个故事有意思啊 给大家念念这个目录里面 一上来就让我觉得 特别想看的几个 比如说三光弃船 收购日本航线事件 由广场协议导致的 超级金融缓和政策 三菱重工CB事件 与山一证券的消亡 遭到国民一致谴责的 李库路特事件 依照日元帝国创造者 囤积商暴露的精英的卑劣 令股票冻结的男人 所预见的账号日本总决算 糖花一线的国家基金救济 挺挺难写的 随便翻了一下 由广场协议导致的 超级金融缓和政策 这个他写的还挺详细的 就是说大家理解为 他其实不是那种 非常非常专业的叙事的感受 感觉还是给大众普通人看的 那广场协议 比如说具体的介绍 包含哪些内容 要点 成功的关键什么的 他这里头全都有写 这一张的一个小标题 叫讨好美国的超低利率政策 然后就是围绕广场协议 他分析出来的一些东西 包括日本银行的变质 然后等等的 然后他会把这个事件 从头到尾给你捋一遍 这个作者是 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的 然后进入日本经济新闻社工作 王牌记者 然后这个益者也很厉害 益者益友 战后日本经济史 从喧嚣到尘寂的70年 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 先就职于日本爱知大学 都是专业 你看失去的20年 谁才是罪魁祸首 揭露日本特有经济体系之暗窗 在线泡沫经济10年乱象之真实 其实怎么说呢 他这里边时间线 涉及的稍微有一点老 不是非常涉及到现在的 但是也没那么老了 就是到一几年吧 反正没到20年之后的事 也可能我没翻到 反正他这个就是 过去的20年的事 但是我觉得这也就够了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怨气多大呢 对吧 然后他刚才我这么 就是纵懒看下来 我还有一个推荐点 就是什么呢 是经济类的吧 其实写太专业容易枯燥 然后写不明白吧 咱们也看不明白 但是他从那个 从他介绍这个广场协议来看 我觉得他是写的挺明白的 所以这本我还是挺推荐的 明示这本 OK下一本啊 我们遗忘的一切 打破主流叙事 重现东欧的矛盾与断层 就是一提到东欧 就感觉特别穷 重走父亲逃亡之路 对这就是讲那个二战相关的 作者是明镜周刊的专栏作家 然后他的父母均为二战后被驱逐 并逃到西德的德义难民 父亲一脉 原生活在就是现在的波兰捷克等地区 然后他母亲一脉 原来是生活在东普鲁市地区 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波兰等等地方 然后他肯定是写了一下 重走他父母当时逃亡之路的 这是个书签 他带了一套一个地图 咱们可以对照着他一个地图 回头去看 数理相关的事 过他们家的这个家谱 他们的曾祖父 一九四五年逃难之后失踪了 家里的三兄弟姐妹吧 这个是其中有一个也是逃难之后失踪了 太感兴趣了 太感兴趣了 就具体我还没看 但是包括双族年月 就是你能感觉到是一个 不能叫家族史诗吧 因为他只有三代 三到四代吧 但是肯定是他们这个逃亡路很艰难 开头啊 早上不到八点我出发了 走了不多远 村庄就留在了身后 同样留在身后的是那些灰色的彩色的房子 有的人走无空 有的住着年轻的家庭 有些偌大的宅子里 仅有一位空巢老人 这是我已经决定要好好看一看的了 但是还是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太多时间 但是我觉得对照着这个地图 可以不用太正式的去看 因为它是非虚构计时类的 它会写的很详细 包括家里的那个行李箱里放了什么 它都写进去了 这个书比前面那几本的故事感都强 就如果说前面 比如说包括经济学那个 可能更偏向 给大家讲明白一些政策什么的嘛 那就很枯燥 那它这个就全是故事 就是在流亡过程当中 他们全家人都干了啥那些 这个故事感强 然后接下来这两本我就不拆了 因为内容我都看过 就是这个李淼专言故事嘛 它是我原来还出品过 它的一些视频的内容 就是大家可以去搜搜 在B站它也有号 叫李淼李三水 有几期开头还写了我的名字 是过去的事了 然后呢 表叔呢 他出的这两本书呢 其实就是他写的这些非虚构的 日本犯罪记录吧 因为他当时有一阵子是在日本 然后他当时就很感兴趣 很多那些就是犯罪的那些事 就是就是就是比如那些凶手 他为什么要这么变态的去杀人 然后或者他为什么要 无差别的去袭击这些人 然后他就去找了很多 日文原文的一手资料 包括甚至有些他是去了案发D的 然后呢他最早是在知乎上连载 然后后面好像也开了严选庄栏吧 反正然后这个书就是他那个连载的那些内容 这些案子都挺猎奇的 然后有些凶手真的很变态 然后就是警方调查那些事也真的就是很辛苦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原来我是看推理小说的嘛 就后来我发现推理小说跟G10的这种变态案子真的是没法比 因为真的出现这些就是犯罪恶性犯罪事件之后 你会发现那些受害人的家属真的很痛苦 然后还有这件事后续造成的各种深演影响 它毕竟不是一个真的纯的一个故事 它会给很多人造成创伤 他的书的内容的优点 第一是日文原的这个一手资料 第二就是他的写作风格是非常既实的 完全不带什么私人情感的那种 就是你感觉在看一个非常详细的新闻报道 因为这些东西你除了看日本人的报道 咱也不太懂日语嘛 那就是他很吃这个转述者的语言嘛 然后他写的就特别的务实的那种 所以他的书是我特别特别推荐的 大家想试读其实也很简单 你们去搜林苗李三水的公众账号也可以 就去看就成了 如果你很喜欢看这种罪案故事类的 然后就包括你还看推理小说的话 那这两本我真的很推荐 因为我是真的很知道他当时收集资料 还有包括就是找那些原版的那些东西有多困难 就他真的是对这些资料非常的有执念 他一定要找到最真实的那个东西去为大家转述 最后一本叫深渊回响 一位法医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手记 你我皆可成魔 意皆可成佛 深渊里藏有人性的全部奥秘 这本书是我卖的 然后之前也很早就给我记了 当时还想邀请我去 他们一个活动 然后我也没去 实在是没时间 但是这本书我还是很想看一看的 法医精神科医生 就这个title就已经很让人感兴趣了 那这个作者呢 是法医精神病学家出生于新西兰 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的院士 期间在著名的一个医院工作超过20年 这是英国几家高安全级别精神病院之一 曾关加过许多臭名昭著的急刑犯 我说到这我想到一个事就是 我之前看那个无线流 看的好多好多好多 看多了之后 你不是自己也想想发点脑洞吗 虽然我想写的还没写 但是我就是觉得一看到这种介绍高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 就感觉副本感已经出来了 这个目录全是人名 就是他记录了一些可能是高危险的精神症患者吧 就是这些患者的经历 就这些人他为什么会犯罪 然后他有什么经历 然后包括他们为什么要犯罪等等 还这本书还写的挺真实的 包括这个犯罪者的性向 然后原因其实我感觉实话说 我感觉这本书是贴着线过的 我没事给大家读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大概斩了几崖 就是有一种在看非常真实的破罐子破摔的人 是怎么走上破罐子破摔这条路的 那种感觉 就是你说戏剧吧 又挺戏剧的 但是你说这个是反映人性的吧 也挺反映的 有男性有女性 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治疗过程 还有一些就是聊天的这个过程 但说一句题外话 就是我卖 我发现他们老是 你看行间剧特别小 字也小 看着反正 实话说我觉得字号有点小 可能这本书就是想尽快上市 最后再给大家读一下内容简介 就是这个医生与罪犯 打了30年的教导 是他亲转的工作手机 精心记录了11个真实的人性故事 这些罪犯既是犯人也是病人 格温医生像侦探一般 小心潜入一个如深渊般黑暗的内心世界 找出他们最终犯下害人恶行背后的观点 试图幻想他们的 良知深渊回响 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切题的 好吧 那本期这个非虚构类的书的开箱 我们这个下饭就到这 那就是瞎聊嘛 然后大家如果最近有什么爱看的书 也可以随时跟我沟通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 回头咱们继续下饭式开箱内容简 因为发生了一旦的 到一旦来到三近门 hätte门的 那么多门 そして就是这样的